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每月用什麼的時候 今天只有7度而已 很想快點拍完收工然後穿10層衫保暖 所以intro不錄那麼長 如果你也想知道究竟二月我用了什麼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話 我們趕快開始吧 第一樣要分享的就是一支shower oil 它是Bioderma的深層滋養潔膚油 一個月之內我已經用完了 這兩滴是留給自己拍片跟大家分享的 好像跟大家分享過 冬天我的皮膚是非常乾燥 對腳很容易起一些白色毛紋 蛇皮甚至乎脫皮 所以沖完涼之後我一定要用body cream body lotion也不夠力 農曆新年期間有幾天 好像現在這樣只有10度8度 整個人乾到裂了 突然想起自己有這支shower oil 就打算拿出來試試看 誰知道一用是非常之刺激 因為它令我忘記塗body cream 對腳好像沒有以前那麼乾 也沒有再生過一些裂痕 蛇皮出來 我用到最後不太擠出來了 倒出來給大家看看質地 它不算是很流質 有一點厚度的油 所以你一推開就已經感覺到很滋潤 我去濕一濕水 大家可以看到它沒什麼抱 是會比較像乳化的狀態 沖完涼真的可以感受到它所說的深層滋養 因為就算沒有塗其他東西 完全不會慢慢緊 不會乾燥 也即時可以解決到很多乾燥帶來的煩惱 它聲稱是很溫和 濕疹機 敏感肌 甚至乎初生嬰兒都可以用 但我用起來聞到有香味 看起來的成分也有香味 它是沒有pairband 沒有造鹼 沒有人造色素 所以如果你是對香料有敏感的話 這一點就要留意了 它可以淋浴 也可以浸浴的時候 噴幾噴去滋養皮膚 我自己覺得淋浴的感受大一點 會覺得滋潤一點 大家如果跟我一樣乾到會起一點厚皮 會有些皮舌出來會脫皮的話 它是可以幫到手的 但如果你說正常皮膚 只是冬天乾幾天的話 可能就未必需要用到它 我平時也很喜歡用sabon的shower oil 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sabon的香味是去到蒸氣 沖熱水涼的時候 都包圍著自己很幸福的 這個就是淡淡的 它不是很輕飄飄 但是沒有sabon的 整個蒸氣都充滿著幸福的味道 還有sabon是有泡的 它是輕身一點 我洗完澡 現在都真的要塗身體霜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呢 它是明顯薄很多 容易推很多 還有 其實我的手現在是沒有水的 但它也是氣都泡的 所以這就是兩款不同shawer oil的分別 接著要分享的是一個護膚品 從來沒有試過有護膚品 用到這麼大壓力 我所說的是雪花手的修護安瓶 很多觀眾朋友都想知道我的用後感 它的名字挺長的 叫做滋陰身人參換顏高效精華液 買回來的時候是透明 不是現在這樣橙色的 你要首先激活它 方法就是留這個蓋 讓兩條黑色線平衡就可以了 它的質地就是偏精華和油中間 我覺得它是厚過精華一點點 但是就比平時的Facial Oil再薄一點 推開的時候都是很舒服很輕盈的 有一點點油膩感 聞起來是很經典 雪花手偏人參片中藥的香味 我是喜歡的 但是為什麼會用到這麼大壓力 就是關於期限 我記得包裝盒都有寫的 然後網站也是建議激活後三個禮拜內使用一瓶 以確保產品活性新鮮度 880元三個禮拜 都算了 反正買回來就用了 第一個禮拜每晚都用 我發現它原封不動 我就怕了 第二個禮拜早晚都用它 結果終於在這裡看到少少曉光了 第三個禮拜我應該還有半支要用 今次就是擦面、擦手、擦腳都要用完 我不知道三個禮拜後它沒有這麼新鮮的功效 會不會打折 即是880元不薄了 你說88元就算了 對不對 然後質地方面 以現在這麼乾的天氣 我的乾肌、輕熟肌 覺得晚上用又不是太夠 加多一點精華又覺得太多 日常用又覺得太油 所以我覺得秋天、轉季時用 是反而更加適合的 功效方面 我看到它會改善敏感的膚質 然後如果護膚去到樽頸位 它可以突破到這個階段 但我自己用下的確這兩個禮拜 皮膚很穩定 都真的不錯 但是這裡中間有個位置 是乾到有點粗糙的 它就沒有改善 也沒有惡化 所以 以這個價錢 又要在有限期內用完 功效 如果只是穩定皮膚 或者是再細緻一點 我覺得它不是我最好的選擇 我在想要不要轉季再試 但是再試8880元 我的心會痛 既然說到精華 就說到CHANEL這支 因為很多人問我 它是新出的CHANEL 1號紅山茶花精華液 它的設計是一扭開 就已經吸了一泡份量 剛剛好 它的質地是很輕 很容易吸收 平時如果在臉上 大約5秒左右 差不多說完這句話 就已經完全吸收了 今天要分享的是 初步用後感 因為2月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真的在用雪花瘦 這支 大概用了5至6次左右 第一次 我是把它放在夜晚Skin Care Routine 一塗上臉上 是有驚喜 即時毛孔見到修飾 不是silicon 滑散散的那種 所以我是對它很有好感 第二天起床 當然打回原型了 我都相信不是塗一次 就已經即時做到一個 毛孔修飾 再加持久的效果 但是我馬上把它放在日間Skin Care Routine 因為它的質地真的很輕薄 很容易吸收 不會跟底妝打架 它的價錢也挺貴的 920元30ml 我對它的期望是高一點的 所以就等下我 讓我多用一段時間 看看它的收細毛孔 是即時生養 只有幾個小時 還是用久了 它是可以維持到這個狀況呢 我會再跟大家報告的 但是這一刻呢 我真的挺喜歡它的效果 然後Chanel護膚品 一向都有香味的了 這個呢 香到好像香水一樣厲害的 這件事真的見仁見智了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分享完Skin Care就到化妝品了 其實最近我又入手了不少新玩意 例如手上這一盒的眼影 但是今天我就不介紹著 因為呢 我是儲舊了可以再拍一條新玩意化妝 Get Ready With Me給大家的 所以今天我想主攻的是這個眼部碎粉 大家都知道我在這個月呢 是不停地跟眼紋作戰 因為一月中突然爆了出來 我是很害怕的 用很多不同的眼霜呢 三月中或者三月尾會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現在呢 我想說了這個碎粉 它是來自Laura Mercier 專門給眼底用的碎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一放進去是很輕身 好像踩在雪地那裡 然後幼細的程度是完全摸不到任何火粒感 完全沒有粉的感覺 是很滑很滑的 掃開了之後幾乎可以說是透明 但是它有微微的光澤感 有少少shimmering 不過是沒有閃粉的 用起來沒有負擔感 在眼底的表現 的而且確比其他碎粉沒有那麼乾 不會Carmen 也不會過了幾個小時後 爆出一些蜘蛛紋出來 但是在我身上 它是沒有撫平沒有修飾細紋的功效 有的紋依然在 早上妝是這樣 回到家差不多都是這樣 可能乾一點 但是比其他碎粉是好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同樣 都是有眼紋的問題 想找一個沒有那麼乾的碎粉 它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你想利用它 撫平完全平滑的話 它就真的做不到 來到最後是兩款零食 在新年期間吃完它們之後 我就知道自己一定會拍片分享 它叫做Ama 燃烤壽工蛋糕 然後罐裡面 就是自家製花生酥 一打開 已經聞到很大的花生味 上次在Serenia 做一日店長 有觀眾朋友送給我的 非常非常好吃 我非常喜歡 很鬆化 但是咬下去是有一股很濃的花生醬味 真的很好吃 它好足料 吃下去整個口都沾著 充滿著花生的香味 非常之滿足 如果你都鍾情於花生醬類的零食 一定會上癮 那位觀眾朋友告訴我 很難買的 可能要排隊 或者預訂 而且它是沒有IG page的 大家要在Facebook找這個 Ama 燃烤手工蛋糕 你們一定會喜歡的 我很少推介零食 通常一推介 一定有它的原因 然後到這一包 這包是三點水料理的 琥珀合圖 我在長洲一間書店偶然看到 店員給了我試吃之後 馬上買了兩包 因為真的很好吃 又是會吃上癮的零食 它是啪啪袋的設計 不需要一開之後馬上吃完 還有份量也多 我吃完很久之後還有大半包 不是一開只剩下半包的那種零食 上面的麥芽糖 包得很晶瑩剔透 有沒有一點像焦糖炮菊的感覺 它是很香口的 但是完全不會覺得熱氣 外面包著那層糖 又不會死甜 吃下去是很酥脆 我不知道錄不錄到那些聲音 我真的很喜歡 記憶中我買一包是46元 應該不止長洲有得買的 因為我看到總經銷是三點水料理 在觀塘那邊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你對花生酥有興趣 覺得家中長輩會喜歡的話 真的可以試一下 因為這兩樣東西 除了我喜歡吃之外 爸爸媽媽都是對他們讚不絕口 我的朋友吃過這個花生酥 都覺得很好吃 他們都很想買 所以真的真的要介紹給大家 以上就是我的二月用什麼名單 不知道有沒有燒到大家 或者幫大家滅了貨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片 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到星期日 和星期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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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